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孟晚舟案又有最新发展 就是加拿大司法部关键文件曝光了 中国电信巨拨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 去年12月1日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之下被逮捕 理由是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禁令 目前已获保释 此案至今也走了快四个月 如今有加拿大媒体取得司法文件 孟晚舟案会出现转机吗 根据中时电子报援引加拿大广播公司CBC27日报导 文件内容显示 加拿大司法部正在对美国总统川普先前说 可能会介入孟晚舟案的言论进行分析 以评估是否引渡孟晚舟到美国 去年12月11日 川普在接受路透独家专访时被问到 是否会介入孟晚舟案 川普当时表示 只要关乎国家利益他都会去做 他说若他认为此局有助于达成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 或有利于国家安全 他就会在必要时干预孟晚舟案 还提到白宫已经针对孟晚舟案 与美国司法部以及中国官员进行了沟通 然而川普的发言引起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直接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达了不满 不过中国外交部则表示欢迎 认为任何美方人士若愿意积极努力推动事情朝正确方向解决 有何不好 但加拿大政府3月1日宣布 将以美国要求允许对孟晚舟的引渡案正式进入听证程序 这就让中国外交部不开心了 中国外交部2日针对此事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称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同日也说 这是对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迫害 中方也不断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 而孟晚舟也没有座椅待毙 她于当地时间3月1日起诉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 并提出明示诉讼 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她的宪法权利 如今在曝光的加拿大司法部文件中 不仅分析了川普不排除介入案件的发言 也分析了关于孟晚舟案的所有可行方案 并列出了引渡程序的一些基本事实 例如核实部长可以干预 以及一些统计数据 根据文件显示 自2008年以来 加拿大一共向美国引渡了577人 而其他国家引渡不到100人 文件指出 如果引渡要求是出于不正当的目的 例如基于种族 宗教 国籍 协统 政治观点等 部长必须拒绝引渡 也证实加拿大部长过去有过干预阻止引渡案 例如自1993年以来 在13宗引渡案里 司法部长释放了被要求引渡的人 其中有10件案子是来自美国 对于文件内容 报导引述温哥华人民律师库兰德表示 川普的言论被列入加拿大司法部分析并不为奇 因为美国总统不能讨论正在进行的引渡案 而川普说的话还被记录在高层政府档案中 他还认为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 很可能以不正当目的以及滥用程序进行抗辩 相信很快就可以了结此案 5月8日将是孟晚舟引渡案下次出庭时间 结果会是如何将带您持续关注 以上是孙云栓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接着来回顾稍早前为您制作的孟晚舟相关报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4号星期四 这是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焦点 我是维仁 孟晚舟案呢 在经过上周的加拿大温哥华引渡听证会之后 在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又缓缓的往前推进一步了 但在众多的变数当中 加拿大总理Trudeau他陷入了干预司法的丑闻 可以说是让大家最意外杀得大家措手不及的一个演变 原先对这个发展 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十分的乐观其成 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媒都发表了内容冷嘲热讽一番 但这个转变是否会让加拿大政府更加的小心 更不敢干预孟晚舟案 也让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呢 今天在节目最后 我们也会对于今天华为代表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出庭 否认任何关于控罪的最新发展做出更新 所以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加拿大的前检察总长兼司法部长王周迪 他在上个月2月27日在国会的司法委员坐证 他表示呢在去年的9月到12月期间 包括加拿大总理Trudeau在内的11名政府高官 持续向他施加不恰当的压力 让他帮助被控腐败和诈欺的SNC Laverland公司 避免受到刑事的起诉 他表示在差不多数十次的电话和通话 以及会议之上呢 受到了极为恶意的威胁 加拿大的Goldman Mail等传媒2月他报导 时任司法部长的王周迪 他拒绝妥协之后呢 就被降职为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而由原先在加拿大的创新科技与经济发展部中 任职的自由党成员David Lametti Jerty司法部长的职务 但是在上任不到一个月之后呢 王周迪就在2月12号宣布辞退 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对于这个发展 Trudeau当时表示他是十分的惊讶 和十分的失望 而王周迪他本人呢 是自由党内内阁中唯一一名原住民的部长 也是加拿大第一位原住民的司法部长 除了他重申 从来没有指示王周迪干预起诉 而根据了解在华为的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警方逮捕了他之后呢 于去年的12月18号 加拿大温哥华的议员戴维斯Don Davis 他也曾经向王周迪发出一封公开信 呼吁叫王周迪要做出正确的事 一定是不能将孟晚舟引渡给美国 所以在这一连串的发展 丑闻爆发之后呢 事件像是滚雪球一般 越滚越大 让Trudeau他是疲于奔命 陷入了自己本身政治生涯的最大风暴 中国媒体也当然是没放过这个机会 对这个案件呢 进行了追踪报道 在3月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面 有记者问到了 加拿大总理Trudeau表示 加拿大的司法独立 政治没有办法干预司法 而就孟晚舟案来说呢 加拿大曾表示政府无法干涉司法 但是前司法部长王周迪 27号在国会的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作证 说去年的9月到12月当中 加拿大总理Trudeau和政府官员 曾经多次的向他施压 要求他要利用司法部长的职权 来干预检察机关的司法审理 让SSC Lavaline的这个 加拿大本国的建筑企业 避免接受到司法的审判 这两种做法是否有矛盾呢 而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我们刚刚是引述3月1号的时候 记者对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的 这个提问 而当时呢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他就表示 我太喜欢你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应该要拿去问加拿大的政府 事实上呢 你所提到的这个案件 现在在加拿大国内引起高度关注 我们也注意到加拿大一些媒体和各界人士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跟你提问一样的问题 而他说公道自在人心 事实上呢 现在不光是中国的公众 加拿大的公众 甚至是全世界的公众 相信都会十分的有兴趣 来听一听加拿大政府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从刚刚他们的这个一问一答当中 自理行间 我们可以听出对于这个问题和论调呢 中国的这个官员 他们是十分的欢迎 许多的加拿大本地媒体 对于这个案件 是否会影响到孟晚舟的引渡案 也都保持不排除的态度 也有评论人他认为 这件事件呢 让加拿大政府可能反而会更不敢冒险 来干涉孟晚舟案 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硬 来体现加拿大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所以这样说下来呢 其实对孟晚舟案是更加不利的 也有评论员说 媒体说 Tudeau可能会逼迫与他这压力而下台 如果是真的的话呢 最大的受益者 其实是他们的死对头 也就是加拿大的保守党 但是呢 保守党对华为跟中国的态度 只会更加的强硬 而上周我们在温哥华访问了 除了当地的媒体工作者 也对于部分的法学专家进行了交流 大家对于Tudeau遭受干预司法的指控 都表示 这件事情呢 会对孟晚舟的案件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大家也都重申 就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A country of rule of laws 所以这样的案件才会透明的被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接受全民的审判 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Tudeau的丑闻是真的 也不代表会停止引渡孟晚舟的程序 另外呢 如果Tudeau他插手司法要求要释放孟晚舟 那才会是真正的破坏司法独立 所以我们就要说回来这个案件的核心了 这个SNC Laughlin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其实SNC Laughlin 它是加拿大本地的一个公司 它的总部在加拿大的蒙特罗 是一个大型的上市工程公司 它创立于1911年 全球目前呢 有52,000个员工 在加拿大有8,700个员工 SNC Laughlin被怀疑在2001年到2011年间 贿赂利比亚的官员 确保能在强人格达费执政的期间 取得政府的合约 在2015年遭到起诉 而公司他们还犹说政府庭外和解 让他们只需要缴纳罚款 并且同意遵循法规就了事 而SNC Laughlin他们宣称 公司如果遭定罪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裁员 在去年的9月18号 他们也发出警告 说如果呢 他们真的被定罪 被裁员的 可能会裁员之外呢 可能也不得不搬到英国去 或是面临被收购的命运 也就是间接警告加拿大政府 他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机会 带离加拿大 而总理楚豆就说过了 他去年9月17号 与时任司法部长的王周迪 私下会面的时候 他就提到十分担心 这个诉讼案的定罪 会对加拿大的经济产生影响 他当时跟王周迪说 是否只是检察官 与SNC Laughlin达成和解呢 是由他自己来决定 而检察官去年9月4号 已经通知SNC Laughlin 要起诉这个公司 王周迪唯一能做的 就是决定是否要透过 公开的部长指示 要求检察官与SNC Laughlin达成和解 而加拿大保守党的领袖 他也多次问道 楚豆与王周迪在去年9月17号的会议 是谁要求要开的 而总理楚豆当时是否表示 支持给予SNC Laughlin的和解待遇 楚豆都避开了这些问题 避免直接回答 他说呢 理由是他不能够直接谈论 与王周迪的谈话 因为他与内阁任何成员的会议 都受到内阁机密的保护 而对这个公司SNC Laughlin来说呢 如果在刑事的诉讼中被定罪的话 可能会在10年间 不能被允许承包联邦政府的工程 在去年秋季的时候呢 检视检扣专员决定 不就SNC Laughlin涉及贿赂的案件 进行PDA的谈判 王周迪之后呢 也决定不要运用权利 干预刑事检扣专员的决定 王周迪向众院的司法委员公称 他后来被总理 以及多名的官员 接连不抢当的施压 希望他改变主意 他拒绝了之后呢 就被调职 转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在丑闻曝光后 不久就辞职了 而楚斗他则坚持这个问题 之所以会闹出这个风波 主要是与王周迪之间缺乏沟通 和信任 所以把背景解释了之后呢 我们再回头来看 这件事情对孟晚舟案的引渡 到底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影响 楚斗他面临干预司法的丑闻 这个程序会影响到孟晚舟案的引渡吗 所以我们当时在温哥华就访问到了 温哥华的assersprobono.ca法律咨询官 严吉米先生 以下就是他的专业分析 应该说这是个内阁丑闻 不是司法丑闻 首先做出孟晚舟的叫暂时逮捕 接受的 接受的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辞职的 这个前司法部长王周迪 叫叫这个Wilson Jody 对吧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也是这个SNC LAVLIN这个公司 加拿大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 跨国公司的这个 关于这个案件 有可能受到影响 受到就是影响 他们是有一个嫌疑是 内阁去试图影响司法部长 做出一个独立的决定 这是这是一个合理的 allegation或者是一个accusation 都没有问题 去质疑他 所以我们今天讲司法独立 是个什么概念 司法独立首先要回到三权分立的中间 所以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中间 首先在司法和立法的时候 司法是向立法让步的 是报 我要去向 因为为什么立法首先是主权 司法是在主权之下 所以我是你做出的立法认为这个东西是错 或者这个行为是对 我没有办法来说你做的决定是错 我只能尊重立法者的立法意志和意图 所以这个首先我去 司法向立法首先是退避 但是司法不能得到行政的干预 而在加拿大的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的行政 我们不是美国的体制 所以我们是一个议会民主 我们的议会里面由多数党所产生的这个 就是由多数党的党领形成他的这个 首席部长 所以我们叫总理 然后由总理形成内阁 这样内阁制 然后呢带领整个加拿大的行政部门 往前推进日常的工作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关联 所以他们中间是不是有试图去影响 这种潜在的试图影响的意识 意图也好 手段也好 有待检验 我不否认 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影响到啊 那个公司至今还是在被刑事起诉 王周迪之前接受了 professional的这个梦案的 整个的提出的要求 而且现在也推进了 没有得到任何的其他的影响啊 所以应该这么讲 你说一个国家这个内阁 我觉得回过头来 就是用常识思考一下 我们很难其实会对国外的事情进行反应 更多内阁里面还是一个国内的事务优先 肯定是国内事务优先 所以他首先遭遇到的很多问题 并不是梦案对于加拿大司法 有任何的好像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还是一个内政 可能会有很有影响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但是目前为止 司法独立并没有被撼度 我还是回过头来 加拿大的体制是 我们的国家主权 美国的主权是美国的国会 加拿大的主权是加拿大的国会 国会有三个部分主权 不是两个部分主权 是由君主 国会的众议院 还有国会的参议院 所以我们也是三角的这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所以我们的首席大法官 在加拿大总督如果是生病 或者这个开刀啦 或者不能履行总督职能的时候 有谁来担任我们的总督呢 他总要有人担任吧 就是我们的加拿大的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 他们就可以担任这个代理总督的职能 不是副督 省督不管 省督是下一个级别的 就是省督是归省的 他在省里面代表君主的结构 所以省里面也有君主这样的 小的三角的结构在 或者说是二元结构的存在 所以他是以这样的形式 整体他的这个民主啊 自由啊 他的起点 有我们和贵国共和制的美国 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 就是严谨米法律咨询官 他的这个 对于这件事情 他的发言 他认为呢 政府是否有潜在的影响意图 这有待检验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目前摆在眼前的事实 就是SNC Lavalin 他仍然在接受起诉当中 而由前司法部长王周迪 对孟晚舟案提出的要求 目前也持续在推进当中 并没有受到任何多家的阻碍 因此加拿大一切依法行事的原则 在接下来的孟晚舟引渡案中 相信也会继续的体现 而节目最后呢 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华为案最新发展 今天14号华为代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出庭 否认所有的控罪 联邦司法部于1月28号宣布 起诉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华为科技与华为美国公司 华为Device USA Inc.以及新通技术Skycom Tech 两家子公司 涉嫌诈欺以及金融机构 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 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等23项罪名 其中呢 10项罪名在西雅图的联邦法院被起诉 13项罪名在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被起诉 华为代表他并于2月28号在西雅图的联邦法院出庭 同样的也是否认所有的控罪 以上就是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请浏览华尔街电视新闻网站 网址是wwwwallstreetv.com 我是韦仁 我们下次再见